上一節課我們看到這段影片之後呢 我們就了解一下沒有劃分幹支道的入口誰先行 重點不在優先行者順序 重點是要如何安全通過 這個各位一定要記清楚 這個道三角形的是寫讓 也就是我們在支線道 要離讓橫向車道的車輛 那這個停呢 停車再開 來到這邊 你就是要做這個動作要停車 確認左右沒有來車再通過 這張圖呈現的就是標線 倒三角形的就是讓路線 來到這邊也是一樣 必須減速慢行或停車 讓幹道車先行 這張圖下面寫著 停的標線 必須停車查看不來車 再請起步通過 我們看到黃燈 就是要速度要放慢 左右沒有來車 再通過 就代表我們是在幹道 表示警告 那閃紅燈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在支線 一定要停車 停車再開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路口 我們看這張圖 這張圖有沒有號字 都沒有 有沒有閃光 黃燈 閃光紅燈 也沒有 那是不是路口 答案是 不是路口 為什麼 因為他這邊是畫邊線 畫邊線 所以這邊不是路口 旁邊沒有車道 會出來 不過呢這個缺口 安全島這個缺口 實際上他是有車輛在出入啊 像這種路口蠻多的 部分要讓車輛回轉的地方嘛 那他沒有顯示 回轉或者顯示任何標示 你要注意 那就花生車禍了 之前有一輛車 這邊是在仿寮漁港這裡 這邊有那個海邊 那這邊有充電樁 那這邊呢 這邊也有便利超商 好那這個地方呢就有許多車子在那邊 迴轉 各位先想看 假設這輛賓士車要迴轉 他是不是要看對象來車 有沒有車 沒有車他想進行迴轉動作 那是有一天呢就讓重機就 從這邊騎過來 那一輛賓士車看完大海之後要迴轉 他是車頭 車頭 車頭在 安全島這邊 那車頭以外的 三分之二位置呢 就佔據了 車道上面 一輛重機騎過來撞上去了 人就死在上面 那各位想想看 今天假設 假設你看完大海 你要迴轉的時候你要怎麼做 你是不是還停在安全島這邊確認這邊有沒有來車 那你有沒有考慮到你的車身已經佔據了 內線車道了 會造成人家的危險 這個你要考慮清楚 你要迴轉的時候可以 你要像這部車這樣子 車身 不要站住了車道 這個要記清楚 因為這場車禍這個地方已經把它封起來了 他原先呢是放了扭折系護欄 我們看一下 有沒有看到 扭折系護欄不讓你迴轉 那現在呢 就是2023年8月份的拍的 現在已經全部把它封閉了 就像就是這樣子 把它氣上 安全島你就不能過去了 不能迴轉 因為這邊是很多人在那邊看海 看大海 現在已經把它封閉掉了 沒有讓你迴轉的餘地看到沒有 這是 2024年4月份的 的影片 的圖像 全部都封閉掉了不讓你迴轉了 之前還可以迴轉喔我們看一下之前 有沒有之前還可以迴轉 現在已經不行了 因為發生 很嚴重的車禍 所以這邊要提醒各位學員 當你經過 有便利超商 有加油站 有充電站的地方 一定要放慢速度 為什麼 因為會有車子在那邊迴轉 在那邊消費 所以看到這個標誌你都要放慢 而不是說只有看到這個標誌才放慢 不是看到 閃黃燈 閃紅燈你才放慢 你看到這些標誌 便利超商標誌你都要放慢 因為會有車樣在那邊 出入 還有包括回轉 因為很多車禍都是通常 便利超商 街二站 回轉 產生車禍 沒有設標誌 標線 或號式的入口 如何判斷 優先通過的行駛權呢 這邊提到 少線車道應暫停 你讓多線車道先行 車道數相同 轉彎車應讓 執行車先行 同為執行車 或轉彎車 左方車 讓右方車先行 這是 規定 不過對每一位機車的 駕駛來說 即使機車有優先權 你也不可以貿然就通過 為什麼知道嗎 你有聽過騎機車 撞死開車的嗎 沒有吧 通常是汽車 撞死騎機車的 要搞清楚一件事情 騎機車 重點不在優先行駛順序 重點是要 如何安全通過 這個學員 一定要給我搞清楚 我們來看這場車禍 這場車禍是 2023年 2月份 的車禍 那我錄製的時間是 2024年 是去年發生了車禍 彰化和美發生死亡車禍 26歲的私姓女騎士 上班途中經過產業道路 路口 沒有耗製燈 被叫車 狠狠的撞上 送醫院 重傷不治 留下三個小孩子 附近的居民呢 通批 路口 車禍拼船 最好要裝這 紅綠燈 以免漢事在重演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個整個車禍的過程 路沒有耗製機車轎車執行意外發生了 女騎士被撞整個人飛起來重重落地 機車坐墊也瞬間解體零件噴飛20公尺 女騎士沒了呼吸心跳倒在地上一動也不動 救護人員到場立刻CPR 但女騎士傷得太重送醫後還是沒能挽回生命 畫面先停個在這邊 剛才教練有提到左方車讓右方車先行 那以這個畫面來看一下 機車 在右方 所以機車有優先權 有優先權有用嗎 沒有用啊 好那我們再來看一下那現場的情形 這是現場的路口 地上有畫網狀線 代表這個是路口 地上呢 我們來看一下地上還有什麼 地上還寫慢 有沒有看到慢 就是告訴各位學員 要畫慢速度 還有這個路面顛波要放慢車速 轎車呢 轎車從這個方向過來 轎車從這個方向過來 機車從這個方向過來 有沒有視野視角 沒有 沒有視野視角 當然沒有紅綠燈啊 這是產業道路 每個產業道路都要設置紅綠燈的話 那全省 裝不完了 那各位想不曉得 這種產業道路沒有畫標線 沒有畫標線的路 數線是多少知道嗎 你們自己找課本翻一下 一般來說這種產業道路 外地人是不會來行駛這種路段 都是當地的人才會行駛這種路段 那熟門熟路嘛 習慣啊 沒有車啊 那各位要記清楚喔 平常沒有車 不是代表 每一個時段都沒有車 那剛好碰到有車 就完蛋了 所以還是要奉勸各位學員 在熟悉的大陸 還是要注意你的 速度 通過路口 一定要畫慢速度 確認沒有車再通過 今天這場車禍 如果有一輛車 有放慢速度 不會發生車禍 結果都沒有 就死了 我們來看一下 這位26歲的 媽媽 他捨得離開 三個小孩子嗎 我坦白跟各位講 離不開啦 他會回來 回來找他們 回來看他們 這是事實喔 在以前我們鄉下這個地方 我們就碰過 我阿公那個那個年代 那就 有個婦人 就上吊死亡 留下五個小孩子 晚上都會有人看到他在樹下裡面 望著 他的房子裡面的小孩子 很多人看到 我在教學過程中 也有很多護士小姐 護士 我就問他 你們在醫院有沒有碰過一些 靈異的事件 他說有啊 那我說 那說來聽聽看吧 他說他有一次兩三點的時候 晚上兩三點 再收拾一些工具 要準備休息 那樓上呢 就走下來一個 老婦人 跟他打招呼 他還跟他打招呼 說上去睡覺 很晚了 要休息了 上去睡覺 那婦人就走上去了 睡覺了 他說工具 說到一半想到一件事情 那個婦人呢 糖尿病 結肢 雙腿結肢怎麼走下來 對啊 他嚇到了 衝上去 結果那個老婦人死在床上 所以各位 相不相信有鬼神 其實 Jaren還是相信 這個媽媽他真的捨不得離開三個小孩子 那三個小孩子呢 以後 對媽媽的影像呢 就模糊了 只有從照片可以看 這是一件多悲哀的事情 知道嗎 所以記清楚一件事情 通過路口 不是優先順序的問題 是要如何安全通過的問題 我在課堂上一直強調這件事情 你們一定要把它記在 腦袋瓜裡面 騎機車 不可能撞死 開車的人 只有 騎機車 被開車的人撞死 就這個車禍教練想分享我的想法 三個小孩子的媽媽 就這樣走了 就沒有了 小孩子以後就沒有媽媽了 真的非常悲哀的一件事情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 各位想想看 家裡如果有一個 小孩子 一定大家都很高興 金孫 金孫嘛 很高興 有兩個勒 更高興 因為現在少死的話 可能生孩子的人不多 接下來又三個勒 哇 真的是 高興的不得了 家裡很熱鬧 不過他的背後勒 有什麼問題知道嗎 帶小孩子好不好帶 我跟各位講不好帶 不好帶 各位想想看喔 他在家裡要帶小孩子 三個小孩子忙著灰頭土臉 還要趕著去上班 他也沒有辦法提早出門 沒有辦法提早出門 他一出門一定趕時間 要去打卡 要去上班 那車禍的原因都是什麼 趕時間 帶小孩子 真的很累 他沒有辦法提早出門 那這邊也要提醒各位學員 以後 工作 上班 一定要提早出門 因為趕時間 發生很多車禍的案例 非常多 轉換不當 最容易發生的事故地點 是在彎道中 常見的因素是 進入彎道 未減速 或者減速不夠 導致於摔車 或衝向對向車道 衝向對向車道 如果沒有車 算你運氣好了 那萬一前面有車 像這種大型車 你就被淘汰掉了 以後你的名字 只有在墓碑上 或者骨灰壇上面才可能到 所以轉換的時候 一定要放慢速度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 未保持安全距離還有間隔 我們先看這個 車禍影片 近時期拍下 一名男子騎著U-bike 行駛在慢車道 後方這名機車騎士 疑似正要超過去的過程中 擦撞倒地 但這時候 後方一部遊覽車開過來 撵過倒地的機車騎士 在騎單車騎士 在騎單車的理性男子 卻擦撞倒地 被後方同向行駛的遊覽車 是當場 蓋著一條白色的布在那邊 因為我看過 我看過 有一次 下班時間 經過一個路段 剛好路邊就 躺著一個人 蓋白布 其實看了真的很傷心 雖然不是跟我們沒有關係 我們不認識他 不過真的很傷心 為什麼知道嗎 大家都下班時間 要趕回家裡吃晚餐 要趕回家裡 陪家人 結果他沒有辦法回去了 在中途 就 就走了 真的是 怎麼說 我們就來研究一下這場車禍 我們就把畫面停格在這裡 那教練有看到五件事情 第1件事情 方向燈的使用 第2件 看後視鏡 確認後面有沒有來車 第3件事情 安全距離 第4件事情 速度 第5件事情 上班途中 我們在這場車禍 有看到這5個項目 各位想想看 這輛腳踏車他行駛在 路面邊線的 左側 那這邊是快慢車道分隔線 那我們來想想看 他為什麼撞到這台腳踏車的左側 我們要超越前面腳踏車 我們會做什麼動作 第1件事情一定要先打方向燈 因為你要變換你的行駛方向 你打方向燈的時候呢 就是提醒後面車注意我要變換車道 打方向燈之後呢 就會看後視鏡嘛 確認後面來車 沒有問題 你在做變換車道動作 當他發現後面是一輛遊覽車過來的時候呢 他就放棄了變換車道 就稍微偏 右側 就跟這輛腳踏車 插撞上去了 那腳踏車 右邊倒地 沒事 機車呢 左邊倒地 輪胎就擰過去了 教練的看法是 他並沒有減速 他發現 旁邊的遊覽車 他應該做 減速的動作 放棄 變換車道 因為你不可能同時 腳踏車 還有呢 跟大型車 並行 這樣非常危險 因為大型車他有汽流 汽流你的車身會不穩 那你不穩的話也會影響到腳踏車 我們在外面騎機車的時候 看到前面有腳踏車 我們 看後視鏡是沒有問題的 擋方向燈是一定要的 發現左側 有大型車 我們就要放慢速度 放棄超車 等大型車通過以後呢 我們再變換車道 超越這輛 腳踏車 那後面 他又談了一句話 上班途中 教練也在懷疑 他要趕著去上班 生死又在一瞬間 違反標誌 標線 耗字 管字 最容易發生的事故地點是交叉路口 常見發生的時候就是因為燈號在變換的時候 搶黃燈 或者闖紅燈 那違規跨越雙黃線就是分向限制線 迴轉 或超車 那超車的時候呢 跟對象還是相撞 那為什麼是回車 這邊要提醒各位學員 以後在 騎機車的時候 只要你看到路邊 有一台車子在騎時 就是他準備切入到車道中 而且是打左方向燈 這個時候你要怎麼辦 要記清楚 放慢速度 讓他先出來 為什麼 因為他打左方向燈 不代表他要進入車道 他也可能要回轉 那萬一他要回轉 你就會 跟他 碰撞了 所以教練這邊要跟各位講清楚 看到前面車 打左 打左方向燈 方向燈在亮 你就減速 讓他進入車道 你再跟著他後面走 你不要貿然超過去 因為你不曉得他要 進入車道 還是要回轉 那萬一他回轉的話 你超車過去 一定發生車禍 這個案例非常多 也要特別注意一下 酒醉 駕駛失控 那喝酒 為什麼會失控 他這邊內容是寫到 酒醉後呢 駕駛會影響 安全的駕駛能力 使得 發生自人 死傷的事故 風險增大 那酒駕經常 在基於默示他人的生命 僥倖的心態 因此每年發生多起的嚴重死傷的事故 但是這些呢 都是可以避免的 那我們在網路上搜尋到了一篇文章 我們來看一下 為什麼 喝酒以後會失控 他這裡談到喝酒別開車 酒駕危險 不只是反應 因為我們開車也要反應 還有什麼 注意力變差 因為酒精的因素 所以我們的 反應跟注意力都會變差 他這邊談到 酒精讓人 反應變慢 酒駕 手腳的協調度變得比較不好 第三 喝酒以後 專注力會下降 喝酒以後呢 視野也會變窄 第五 酒後 判斷率會下降 綜合這五項 就注意證明 喝酒 真的不能開車 所以現在資訊都很方便 我們可以查出為什麼喝酒 不能操作車輛 車輛是一部機械 你要很專注 而且呢 他會有速度 在馬路上跑 你沒有辦法控制的話呢 他就成了殺人的武器 也有可能 把自己的生命結束掉了 那也把別人的家庭結束掉了 醒來之後呢 什麼都不知道 放光光了 斷片 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所以我們還是提醒各位學員 喝酒不是不行 是可以 但是喝酒以後呢 你就不要開車 第六 超速失控 為什麼超速會失控 因為超速速度快的時候呢 你要控制車輛不是那麼容易 尤其是機車 機車跟汽車又不一樣 汽車有四個輪胎 機車有兩個輪胎 那一個輪胎 失去控制的話 你整個就是翻車 就撞車 那接下來 我們來看一下苗栗 近兩個月 他有16件死亡車禍 那為什麼會自撞 速度太快 沒有辦法閃避 苗栗官最近兩國月 總共發生16天 希望交通遭過 幾天有一次是自己撞車 現在苗栗局 苗栗官經局是公佈五月 才會發生遭過的路段 實施機動行的這個切搜 必須來處理的頭一天 就超過一百間的敲鎖 起機車都鎖得很快 竟然在路邊 加起的切搜 餘來進行切搜 必須要敲鎖 車主就準備收到發動 苗栗官今年高月 八九十月 這兩國月間 已經發生16天的 西方交通遭過 其中自己撞車的 就有八天 占了百分之五十 為了組織 面對強迫 Gina生 前面那邊又轉彎 你看這邊的車速都很快 很危險 不過我最近看到 警察先生都來這邊抓超速 其實警察在取締車速照相是有效的 那為什麼連接人騎車還是這麼快呢 為什麼是這樣子 因為刺激感 那我們也談過了 裡面拿到駕照 就是進入一場淘汰賽 第七逆向行駛 我們來看這則新聞 他為什麼會逆向行駛 因為15號下午4點多 高雄大一街旁 機車騎士違規這些 逆向撞上轎車 駕駛下車查看還到醫院探視 沒想到對方竟然獅子大開口 以各種迷目要求索賠 但警方的判決書上 清楚標明機車騎士不按遵行方向行駛 導致人受傷 而轎車並未發現違規事實 保險公司已經賠了3萬吧 但逆向的騎士仍然不滿 以看護費 住院費及精神賠償費 要求索賠4萬元 否則就不簽和解書 向對方提出告訴 今天將賠償的醫院 賠償收據單據先保存起來 要求法院對於賠償的問題 可以減輕一些金額 今年蔡大三駕駛 原本想花錢了事 但越想越不對 沒有違規事情 還要賠錢給對方 懷疑是否意圖敲詐 現在恐怕只能交由法律 還給他們一個公道 記者蔡霜錦王千玲高雄報導 看完這段新聞畫面之後呢 我們知道機車逆向行駛是因為 在加油站這邊 那剛好有一輛車要 加完油要回轉 回轉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啊 你要左右查看有沒有來車 再進行回轉動作 那機車逆向過來 當然是他錯在先啦 他不要逆向的話 當然是不會撞到 但實際上呢 以我們的經驗 以我們開車的經驗 你左右看的話 你一定會發現到他 你也不能因為他逆向 你就不管他 還是要讓啊 所以我們來看這則新聞 法院的判決 其實 汽車來說呢 還是有責任 因為他還在左看右看 沒有車在過去 當然機車 他說是大胎口 在保險公司 理賠的範圍內 他都會理賠 那如果呢 你的金額太高 超出一般市場行情 他就會要求進入 調解委員會 調解不成才進入司法法院 經由法官的判決 那法院的判決呢 又沒有那麼快 還要時間 所以 我們從市場出貨看到了 原本可以避免的 結果還是發生了 沒有錯機車是違規啦 但是汽車 還是沒有左右仔細查看 第八 唯一規定減速 我們來看這一段的新聞畫面 來看到又傳出外送員出車禍賠上了一條命 台中在凌晨三點發生了一起死亡車禍 25歲的秋星外送員在經過烏日公園路閃紅燈的路口 疑似沒有依照規定減速從左側撞上了拖板車的輪胎 頭部重創當場死亡 家屬接到了消息 趕到現場 趴在地上痛哭 黃色機車倒在地上車頭扭曲 踏板上遺留一個外送包 騎乘機車的25歲秋興騎士 在經過烏日公園路口時撞上拖板車的左後方輪胎 頭部受到重創當場死亡 家屬感到趴在地上痛哭 焊機車發生碰撞的拖板車駕駛 蹲在一旁不知所措 他說自己工作剛結束 準備載著挖土機回雲林 經過路口看到前方是紅燈 踩下煞車減速 就聽到左後方有碰撞聲 警方目前已經查扣了拖板車的行車記錄器 來確認當時的狀況 也說這個路口有閃燈耗製 依照規定死者行進方向是閃紅燈 應該要讓閃黃燈的拖板車駛過 機車駕駛是沿公園路 然後他是閃紅燈的方向 警方也提醒民眾 經過閃燈的路口 不論是閃紅或者是閃黃 都要放慢速度 隨時注意左右來車 華視新聞 武力安 張春風 台中報導 看完這段影片 這個外送人員只有二十五歲 為了生活在工作上面打拼 這是一般年輕人都要經歷的事情 要記清楚一件事情 你有生命你才有辦法打拼 你沒有生命你怎麼打拼 你不知道來到路口要減速嗎 不管是閃紅燈還是閃黃燈 一定要減速 尤其在深夜 深夜沒有車 是絕對沒有車嗎 未必 那一條命就沒了 什麼事都不能做了 要怎麼打拼 沒有辦法打拼了 所以很多車禍的案例我們都可以看出 都是人為因素 所以不管是白天或深夜 通過路口一定要減速 意外地點在西濱苗栗後龍北上一百零七公里處的平面側車道上 警方調查十號上午九點左右一輛拖板車載著怪手準備到前方的工地施工 行進間明明右邊就有機車道一開始卻有三輛機車不知道什麼原因從左側超車 接著第四輛要通過時疑似機車壓到博油路跟水泥蓋的高低落差 超車不慎摔車倒地時遭到拖板車輾過 跟在後方的第五個學生就這樣募集前方同學被黏 說不可以超車那就選擇機慢車道超車 又出現一個問題 他是跟在前面的車子後面跟著走 那前面兩台車都從左側超車都沒有事 他也跟著從左側超車 問題他運氣比較不好 因為路面不一定是永遠是平的 他行駛在路面邊線以外就不對的 跟同學一起出遊教練是不會反對 但是你要有自己的判斷 從左側超車是比較危險 我不能跟在人家後面 那你要選擇右側超車 那前面的領隊也是一樣 他要選擇對的車道 才不會影響後面的車子 所以他選擇錯誤的車道 那後面的車子呢 又跟著選擇錯誤的車道 結果就 就GG了 這件事情就讓我想起我在當兵的時候 我在機門當兵 有一次夜行軍 那我們就跟著我們副連長後面走 走走走走到一半 我就發現地上是沙灘 有聽到海浪的聲音 是不是很浪漫 對啊 我們走到海邊 走到沙灘 很浪漫 我告訴各位學員 很危險 不是大海的危險 是海岸線布滿的 鋼燒 只要看到部隊有人上來的話 他會問口令 你口令不對的話呢 他就開槍 他就開槍 他不像現在啊 以前我們那個年代是有配槍的喔 這非常恐怖 那我就跟我們副連長說 互聯 我們走錯了 我們走到海邊來了 因為我們的行軍路線呢 不是在海邊 所以領頭帶頭的 很重要 做出錯誤的判斷 會影響到後面的同事 看過這場車或以後各位在馬路上騎機車 一定要特別注意 超車不是不行 是可以 但是你要選擇安全的路段 安全的車道超車 第10 其他駕駛人的過失 其他駕駛人的過失包括 專心 判斷 還有反應 開車一定要專心 判斷的話就像剛才 你要選擇 安全的車道 那接下來就反應了 你要做出 正確的反應 接下來 我們來了解一下 什麼是防禦價值 我們也是一樣 來看一段影片 大家好 我是車輛研究車子中心 防禦價值手冊的作者 中國亮 基於我們對車輛的了解 我們很樂意在這邊跟各位分享 影響一輩子的用路觀念 防禦價值 根據研究 車禍事故的原因 有九成以上 跟人有關 大部分的車禍 都可以避免 我們知道 意外就是意料之外 如果降低意外呢 提高自己的意料能力 隨時養成 危險預測的習慣 什麼是防禦價值呢 我們以紅綠燈 來做個例子 它跟安全價值 是不太一樣 安全價值指 你看到紅燈 不要闖紅燈 請你遵守規則 防禦價值指的是 你看到綠燈的時候 雖然你有入圈 你還是要注意 別人可能有闖紅燈 所以防禦駕駛跟安全駕駛 兩個加起來 才是一個完整安全 可以讓你回家的 道路的觀念 我舉第一個例子 執行車跟轉彎車 我們知道執行車有優先路權 對向車可能想快 這個時候執行車 就可以應用防禦駕駛 來保護自己 防禦駕駛 不是只有應用在開車 它也包含在走路 跟騎摩托車的行循上面 那防禦駕駛不是在探討 誰對誰錯 或探討事故責任的問題 它是一種保護自己用路的一個能力 從小心別人不小心 注意別人不注意 一直到人車路特性的了解 所以我們初步做的建議就是說 用路的時候只有遵守交流規則 是不太夠的 第一個 是預塑煞車 我們在開車的時候 從看到狀況 一直到輪子有足夠的煞車力 大概一秒鐘的時間 預塑煞車就可以縮短這個一秒鐘的時間 大概一半 賺0.5秒的一個反應時間 我們有時候開車 有些人會回頭 哪個東西或撿的東西 一兩秒的時間 可能對你發生很嚴重的影響 我們不要說一兩秒 我們用0.5秒來看就好了 我這邊提醒一下 我們車子馬表 是每小時跑幾公里 那你把它除以3.6 就是每秒走幾公式 所以我們在行徑上面 如果這部機車速度50 那換算每秒 大概就是14公式 那在這種狀況我們建議機車 就是預作煞車 當這部車搶快的時候 你可以提早 氣功子就停下來 在緊急的時候 這氣功子 可能就一個 避免事故的關鍵 第二個 這0.5秒呢 發揮煞車的效用 推浪的速度 從50 降到接近30 一個是50碰撞 一個是30碰撞 我們知道碰撞 跟速度的平方 能量成正比 所以 55 25 33得9 整整差了一倍以上 根據國外研究 有50撞車跟30撞車的致死率 一個是8層 一個是1層 所以是 差異相當的大 第二個要領就是 常識開大燈 交通部已經規定了 106年開始 新車型上市 就必須要有日行燈 就是你車子一發動 頭燈要亮 或類似頭燈的日行燈 那它的目的呢 不是只有照明 就是說 讓別人知道 你在這個位置 除了跟他講 預作煞車 我們建議常識開大燈 讓對象的車子知道 臨在這個位置 長識開大燈 還有好處就是 開車門不小心 撞到後面摩托車 但不是摩托車的錯 為了保護自己 長識開燈 然後注意橫向車去 當你開燈的時候 你的燈就投射在 後置性上面 那車內的人 很容易發現你 那我們先提醒 開車的人 或車內的成員 不管哪個位置 當你要下車的時候 養成用翻手 開車的習慣 強迫自己轉身 看到後置性 或看到 車外的狀況 了解車輛的特性 我先舉一個爆胎的例子 我想大家都知道 爆胎的時候 不能緊急煞車 但是 萬一你碰到爆胎 你會不會緊急煞車 這有一個很關鍵的東西 就是說 你有沒有 兩隻手開車的習慣 當你兩隻手開車 萬一碰到爆胎 你比較可以在 第一時間 穩住你的車輛 當你第一時間 穩住車輛 你就 比較不會去 緊急煞車 那兩手開車 我們建議你 鎖的握點大概是3點跟9點鐘的方向 除了穩 比較精確之外 我們車子都有空隙囊 Airbag 萬一 發生碰撞的時候 這兩個物防 是比較不會傷害到屍體 我們知道行人要走人行道 那在不得已的情況之下 你行人 要到道路上跟車輛共用道路的時候 以道路規則來講 行人要靠邊行走 那以防疫下的角度 我們會建議行人面對來車 就一般情況就是靠左邊行走 這個時候你可以看得到對向來車 尤其是晚上 還有你的道路不寬的時候 那第二個 就行人要特別注意 車子有A柱 那過來有B柱 C柱 那A柱會對車子左轉的時候 駕駛人造成一個誓言的盲點 所以我們建議 開車的人駕駛人在左轉的時候 要有一個擺頭的習慣 那行人在過方馬線 要特別注意左轉車 尤其是右後方來的左轉車 因為很多人左轉的時候 沒有這個擺頭的習慣 所以我們剛剛提了幾個要領 就是建議 希望用路人 養成觀察的習慣 然後提升危險預測的能力 那慢慢的就可以培養 保護自己的能力 來避開危險 如果觀眾對防疫價值有興趣 可以到交通部的網站 還有我們車輛中心的網站 下載手冊來參考 謝謝大家 看過什麼是防禦駕駛觀念的影片 那影片裡面談到了 就是說我們要透過觀察 觀察之後呢 認知 在預測危險 可能發生的狀況 那我們要 事先 採取必要的措施 來避免 車禍的發生 這是 用路人的 哲學 成為防疫駕駛 那簡單來說 我們在騎車或開車的時候 第一件事情 要想盡辦法 不要去撞到對方 第二件事情 要想辦法不要被撞 為什麼 因為被撞機車會很慘 我們騎機車的時候 四面八方都要注意 那就是要透過觀察 透過預測 回到我們剛才講的 你開車的時候要專心 專心接受到訊息 你才可以做出判斷 再來應變 這個就是防禦駕駛 那這邊也談到了 什麼是安全駕駛 安全駕駛就是 尊重路權 遵守交通規則 但是這樣還是不夠的 還要加上防禦駕駛 就是要 要發現 危險預測的能力 還有呢 防範別人的 不注意 或不小心 也就是 潛在的危險 那兩個相加起來呢 就是你 回家的路 我們看這張圖 預測危險 就是要 避開危險 做出 防禦的動作 好那注解1 防禦駕駛觀念 可應用在 所有用路人的 狀況 注解2 防禦駕駛不是在探討 造勢責任 而是在 探討 小心別人的不小心 保護自己的 用路能力 產生煞車力需要的時間 當我們發現到危險的時候呢 一定要鬆掉油門 接下來 煞車減速 最後呢 車輛停止 這邊有個問題就是一定要保持安全距離 你沒有保持安全距離的話呢 這些動作 需要時間啊 你就會撞上前面的車輛 我們看這張圖 當你發現前面車要左轉的時候你要做什麼動作 油門放掉啊 在等紅燈的時候要注意後方來車 盡可能呢靠右側 尤其在深夜凌晨的時刻 或者下坡 翻到的路口 更加要注意 綠燈起步 不可以衝第1 隔壁車輛呢 不動 你也暗邊不動 為什麼 因為有視野視角 你看不到左方來車 路口應注意的同向車 還有呢 對向來車 我們來看這兩張圖 這張圖 要注意同向車 是不是要右轉 他如果右轉的時候呢 我們油門就要放掉了 注意對向車 是不是搶快左轉 當這輛連結車減速的時候呢 你不要冒然越過去 因為他有發現這輛汽車 他要左轉 那我們沒有看到啊 那我們衝過去 就會被撞 在沒有標示中心線的路段 機車左轉 常侵犯他人路線 而不知道 這個是常常 碰到的車禍案例 前車轉彎 可能 不會打方向燈 當前面有車 他慢慢靠右 但是他沒有打方向燈 我們要預測他 可能右轉 因從前車的車速 路線 判斷是否 可能右轉 不可以只能觀察他的方向燈 常使開頭燈 大燈打開的話呢 前方的車輛才容易從 後視鏡裡面 發現到我們的車輛 這張圖告訴我們 大型車在行駛途中 會產生氣流 那會影響到機車的行駛的穩定性 所以這邊要特別注意就是說 不要跟大型車並行 水漂的現象就是輪胎 因地面積水 或有水墨 以及 過快的車速 無法排水 導致與地面 無法實質的接觸 雖然輪胎的胎紋有排水的功能 但是還要注意你的速度 安裝的方向 是否達到 模號的警示點 路的特性 不同的路面 有不同的摩擦係數 當機車輪胎 行經特殊路面時 摩擦力會與 平時感受不一樣 甚至會造成機車的跳動 經過該路段的時候呢 應該要提早減速 避免在特殊路面上加速 減速 轉彎 或閃避 等動作 如何讓對方發現到你 交通事故的發生原因 有很多種 唯一的一種就是說 彼此都沒有看清楚對方 那就發生車禍了 我們來看這則新聞畫面 砂石車和機車準備右轉 沒想到一起步 砂石車直接追撞前方的雙載機車 車子當場被推倒 兩人通通被捲進車底 機車車體被卡在車底 警方試圖想拉也拉不出 騎士的安全帽也被噴飛 事發在九號上午八點多 蘇澳鎮蘇冰路二段路口 警方將現場圍起封鎖線 和三角錐打起帳篷 因為被壓在車下的女子 當場死亡 並一名機車騎士傷重送醫 急救後還是宣告不治 我們來看一下這輛 砂石車他有哪些後視鏡 後視鏡就是要 彌補駕駛看不到的地方 兩側後視鏡 他有上下兩個 那這邊還有車門的後視鏡 看車門的正下方 因為他的高度比較高 那這裡呢 還有一個廣角鏡 突透鏡就對了 他可以看到他前面的地方 前面地下的有沒有什麼車輛 他是可以看到的地方 所以這輛砂石車 右轉的時候 他要注意左向有沒有來車 他要注意右方有沒有來車 那也要注意前面有沒有車 所以要注意到地方很多 就會容易出車禍 所以我們在這邊要提醒 以後騎機車在外面 你都特別要注意 你是不是 進入了大行車的視野視角 進入大行車的視角 你要怎麼避開 就是離他遠一點 讓他看得到你才安全 我們也來看 這一者的視野視角的 新聞畫面 掉臂直接撞到那個機車騎士 然後機車騎士倒地 除了 被淋或當場死亡 視線死角害命 山子頓吊車 免避其事 我快垮掉了 吊車從背後直接撞上 根本來不及散躲 機車主看到大車 實在是能散 盡量散 看到這兩則新聞 一只是 砂石車 一只是 特種車 也就是這一部 30噸的 吊車 那他裡面 有看到 看到大行車能閃盡量閃 他從後面來我們要怎麼閃 停在那邊沒有看到大行車啊 那等一下要起步的時候突然出現一台大行車在我們後面啊 所以這邊告訴我們 機車駕駛人 要記清楚 你在停點紅燈的時候 你都要注意後方來車 你當下 停住的時候呢 後面沒有車 不代表你要起步的時候呢 沒有車 所以我們騎機車 特別要注意這一點 我們之前講過的防禦駕駛 你要想盡辦法 不要被撞 就是四面八方都要注意 如何讓自己 被他人 清楚看見 這裡列舉了六項 第一項 穿戴鮮豔的衣服 提高自己的明顯性 第二 讓別人有時間看見你 不要從路旁 突然衝出 第三 讓別人從 夠遠的地方 看見你 也就是說 開亮頭燈 以及方向燈 第四 不要穿越道路 車鎮間 以及 中央分隔島 第五 穿越道路 讓別人 提早看見你 第六 移動比鏡子 較容易被看見 如何讓自己 清楚看見他了 他這邊也列了四項 他告訴我們 第一 進入車道 交叉路口前 要能夠看遠 看到來車 第二 觀察來車的動向 包括 進化 實行 轉彎 變換車道 以及 速度 確認 安全的威脅 第三 穿越道路時 先看左 再看右 再看左 確認安全 沒有問題 再通過 第四 穿越交叉路口的時候 注意左方 右方 對向 以及 後方來車 安全沒有問題 再通過 接下來談的是 行為 他這邊談的是 不做絕對沒有安全把握的交通行為 他這裡又問 你是不是有猶豫不決 該不該轉 的經驗 因為許多交通事故 都是在這種 猶豫的情況下 發生的 選擇安全 重於時間的觀念 他這邊列了三項 第一項 穿越大陸時被撞擊 並不是沒有看到車輛 而是做了 錯誤的決定 第二 交叉路口 左轉彎的時候 對向來車 不斷的迎面而來 你只有一個選擇 就是等待 確定 對向都沒有來車 再進行 左轉動作 第三 本來就沒有安全的把握 又浪費了 一兩秒時間的等待 跟憂鬱 這個時候如果採取 左轉彎的行動 是不是更加危險 許多交通事故 都是在這種 猶豫的情況下 而發生的 因此從小要訓練養成 當心中有猶豫的時候 要說No 這個是用路的好習慣 第二 安全空間就是 不做沒有絕對安全把握的 交通行為 猶豫時就說 不 第三 隨時讓自己 保有安全的空間 是交通安全的不二法門 三 不做妨礙他人 安全的用路行為 道路上危險的情況 都是用路人 不經意所造成的 許多交通事故 都是在這種 不經意的狀況下 發生 道路上危險情況 都是由用路人 不經意所造成的 一 自己方便就好 短暫的 在街角停車 人行道停車 占用車道停車 二 初心的變換車道 貪圖方便 逆向行車 不耐等候 搶黃燈 闖紅燈 第三 第三 貨物 未綁緊牢固 為家注意 開啟車門 嬉嬉的小孩 以及舒服的行人 第四 任意丟棄垃圾 放任貓狗在 道路上亂跑 這些動作 都會造成 車禍的因素 第五 養成駕駛道德的好習慣 那這裡談到的就是一些 圖文並茂的 圖像 那我們來看一下 有圖 有文字的圖像 那因為 裡面的內容非常多 我們在這邊 就不一一敘述 因為我們的資料 都在網站上面 各位呢 可以進入網站去 學習 那我們來看最後一個單元 模擬情境 模擬情境部分呢 在 考試的時候 會有考 那我們就找一個來看一下 到底是什麼 叫模擬情境 也就是說 各位以後在騎機車 會碰到的一些狀況 那你要做出你的安全選擇 那這裡比較有趣的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題 依照圖示 機車駕駛人遇到障礙物 煞車的時候呢 反應的順序是什麼 當然是眼睛 第一個是眼睛嘛 接下來呢 接下來透過大腦 大腦判斷以後呢 接下來就是動作 那答案是 B A C 那答案是2 B A C 答案在這裡 好我們來到到最後 最後我們來看一下 他這邊提到 道路交通安全的維繫 除了有賴 全民對交通法規的遵守以外 更需要全體駕駛人 發揮良好的駕駛道德 透過 禮讓 還有禮讓與忍讓的 功夫耐心行車 才能共創 順暢且安全的 道路交通環境 駕駛道德是一種用路態度 也是一種 可以養成的良好習慣 更是一種需要被 建立的社會風氣 這是他最後的結語 謝謝各位同學的觀賞 希望這些課程 還有交通事故的分析 對各位學員有所幫助 請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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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